加油 好開心 肯定很好看 我也期待 鼎鼎的編曲 應該也很厲害 薩鼎鼎姐 這個大佈奏 唱功很厲害 鼎鼎演唱 實力非常強悍 我覺得實力強的人 她是自帶那個氣場的 薩鼎鼎姐姐是 演唱功力也相當了得的 在國際上 參加過很多的演出 非常有經驗 同時也是享有 這個國際生命的一位階級 我做的《萬物生天地》 和一系列的個人專輯 其實在08年開始 那麼在那個時期 我覺得也是比較前衛的 可是我覺得那就是國風音樂 那個時候那就是中國風 所以呢 到了今天大家開始國風熱了 然後我就覺得 哇我終於等到今天了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那個音樂還比較小眾 但是今天它已經完全變成一種大眾風格 好的音樂表達一定要具備兩個力量 吸引力 還有一種就是它的獨特的表達力 我一直在這麼多年都堅持這條道路 希望自己能夠更加獨立 更加不受外界的影響 去衝刺和突破 把自己通過音樂的方式 呈現給更多的觀眾 然後到這方面我來看就看能力 你最 dikkate 對 你最討論吧 你才可以貼近一點 你最討論 investor 我其實沒有跟他急身 哎呦 鼎鼎鼎 好棒啊 太像風格 哎呀 真是 你咋了 你咋哭了呢 我特别受不了歌手 这样唱歌 有一个人在用命唱歌的感觉 我在现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把我轰得体无完肤 而且她真的就是特别棒的榜样 我很希望成为她这样的歌手 歌下该如何应该 压力给到 田田 范田田 你来干嘛 我确实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不是我的本行 但我觉得我得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做到我的极限 很多人都说 你不是普世意义上的大美人 或者怎么样 但我从来就是不信这句话 我觉得每一个人 不应该因为我不够漂亮 不够瘦 甚至不够以你们想象中的那么优秀 我就不能够在舞台上绽放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己绽放的 一条路我觉得 我卢美玲 生下来就是硬骨头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退 反话一出来 我也感受到了很多大家对我的喜爱 卢美玲其实跟范田田很契合 她们的表现方式很小 都是张牙舞爪的 为什么要压力你的天性 因为如果不是靠这样的猛烈的活着 你没办法被别人所看到 你们都不知道有范田田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角色在理解他的整个过程当中 也逐渐我有会看到自己身上的很多问题 我自己这一生走过来 就像这首歌最后 他会问你这个问题一生何求 你到底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的人生目标不是当最好的变手 我要当一个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 我想当影后真的 我觉得一定有机会的 为什么不可以 一生何求 也许也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人生哪会有正确答案 没有的呀 但是问一问 有的时候会稍微清晰一点